近日,马荣开直播带货,遭到网友嘲讽 据悉,王宝强和马荣离婚已经好几年了 如今两人均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王宝强的电影也有不错的成绩 而马荣选择了直播带货这条路 不过马荣每次开播,都会遭到网友的恶意攻击和吐槽 很多时候,马荣选择对自己的工作生活视而不见 但内心受到伤害是必然的 看到弹幕上源源不断的骂声,马荣也速度低头不渝 面对镜头,他很快调整状态,继续卖货 不过近些日子,马荣在直播中明显调整了心态 还化了特效妆,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精神状态很好 不难看出,他现在可以为引流做任何事情 然而网友们并不欣赏 看到马荣摆姿势后,他们不但不支持他,还吐槽他 甚至有人故意问老宋是不是出来了 不难看出,马荣和王宝强离婚后 大家都把不满的矛头对准了马荣和宋哲 毕竟当初的事情,王宝强并没有什么错误 现在马荣想要让公众重新改变看法 估计不太容易,但还是希望他可以和孩子幸福